口一哥赵宜翔在蔡英文的当选记者会上 展露头角 因应即将要到来的2018选战 绿营选前造势和说明会需求量大增 要打造路同赵宜翔般具有魅力的主持人 或是战车上的麦克风手绿营加紧脚步 那当然最重要也要帮我们把理念跟政策 论述出去的这样的演讲人才 展览一下这一些过去他们主持的经验 未来也能够在这一块能够有一个传承这样 麦克风手或主持人都需要长时间的培养 除了国语台语双声带是必备的条件之外 更需要应付各种临场状况 因此民进党中央积极训练具有潜力的年轻人 为到我们的惊惊惊惊 为到我们的台湾我们国家的未来 从地方党部和民间社团找来年轻幕僚 安排8月12号和19号两天上课 更起来党内前辈像是徐国勇 王定宇 卓榮泰 以及作家朱又勋担任讲师指导 诗子都非常棒 就包括有徐国勇 就是我们的发言人 我觉得这个是 这些技巧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觉得如果他们可以传承 给我们这些新人的话 我觉得真的非常棒 之前并没有受到一套 就是我们专业的训练 所以希望说借由这一次 党中央的这个讲师课程 能够让我就是在主持方面 可以更更上上一层楼 民进党后背跃跃欲试 但因为网路时代来临 过去大型造势晚会状况不在 绿营现在更需要拉近与基层的距离 培养出有魅力的新神代 魂迅红西宇 陈怡荣 台北报道